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一部心理惊悚片 描述一段婚姻关系 老公与老婆用自己的方式维系 玩到天亮没关系 知道要回家就可以 朋友们总觉得这样做未免太自欺欺人了吧 就连还在念小学的女儿也觉得爸妈过得不开心 也许吧 也许 也许真的是这样 也许吧 也许 有些缘分得不到应许 有些人终究是梦中的伴侣 然而 老公懂得收拾与整理 他相信这是感情 相信这样才叫做真正的婚姻吗 在这样温柔的交纵里 就像小狗一头栽进的饲料库 那是无止境的爱 谁也回不了头 Deepwater这部片的20世纪服务师 Amazon Studios Entertainment One 三家公司联合出品 Adrian Lynn导演 Ben Affleck Anna de Alamos 两位主演 Patricia Highsmith 原著小说 第三次 这部小说是第三次翻拍成电影 主要在讲执着 你知道的 情不知何其 一往而生 就是那种执着 是一部异乱情迷的惊悚片 电影资讯 Deepwater 深水 就是指这部片 第二个部分 第二个阶段 一如往常写下一些随笔 与目观后感 看这部片 让我想哪些东西 带给我什么样的感触 好的 一开始照旧 小额打赏 小额大星 在我网站上 有打赏按钮 如果你觉得我做东西还可以 欢迎支持与鼓励 谢谢你 好的 Deepwater这部片 它是小说改编的电影 很多家电影公司 联合出品的 那么我认得其中一家 不要指名道姓 就其中一家 如果你看过这部片 哪怕是看过 开头一丁丁也没关系 有看过一下 电影里就出现小女儿 声控 家里面有声控装置 小女儿想要听音乐 Alexa Play the music 就是声控 家里面就会放音乐了 她不只做一次 她做了两次 两次都特别把指令喊出来 Alexa Play the music 没错 就是你想的那样 就是你想到的那家公司 就好像看这部片的时候 它的前戏是非常的僵硬 很难想象看下去 到底会不会有高潮 真的是很难想象 好 说真的 小说与电影很不一样 原著小说跟这个电影版本 不太一样 小说改编电影 在这里可以说是改编改到放飞 类似张飞打月飞 差不多是那样 那么话说原著作者Patricia Hesmith 长眠瑞士提气诺 骨灰坛 看到这个电影版恐怕会狂跳 骨灰坛这是非常的不安稳 那么我就有点纳闷 老牌导演Adrian Lin 20年没有拍电影 可以说是 你知道 把那个疯刀仪式 高悬在自己家的 某个很神圣的地方 或者说歌星疯麦 作家疯笔 真的是20年没有拍过电影 那么这部深水 这部片 老导演接下这份工作 看起来真的没有正常发挥 没有正常发挥 没有正常发挥 他应该有的功力 不过呢 我想着想着 就觉得不要想那么多了 大概也许可能 应该就是那样 你知道的 50到阴影 50度灰 大概就是那样的灰阶 于是接了这份工作吧 其实说真的 我以前还蛮在意改编剧本的 不过现在想法比较阿Q 既然这个爱情故事 有关不忠 Unfaithful 有关不忠 那么不忠于援助 也是很正常的 对吧 这部片 Deep Water 故事的主线 在讲婚姻关系 老婆与老公 用自己的方式维系 玩到天亮没关系 知道要回家就可以 But 但是 但是 老公维多 他身高191 身高191公分 相当高 超过6尺 即便是这么高大的一个男子汉 并没有外表看起来那么大气 整天在那边阴阳怪气 也是故事好看的地方 希望你有看过这部片 因为我现在要开始 事后诸葛 的确 事前注意 事后诸葛量 现在来事后诸葛一下 维多在这里 有一个小阴阳 小阴阳怪气的 回想一下 他们准备老公老婆 联媚参加party 那么老婆梅琳达在那边挑选衣服 你觉得我穿这件好呢 还是穿那件好呢 穿哪件比较好看呢 当然你也是知道的 身为一个男生 这辈子一定要做的功课 要学会的东西 如何回答这种问题 你觉得我穿这个好看 还是穿这个好看 一定要学会如何回答 太重要了 也是有一些老司机 在红尘里打滚 开车开很久了 当然知道在这个时候 回答穿什么都好看 是最安全的回答 那么回到这部片 老公维多 在那个时候 他的回答是 穿黑色那件比较好看 选黑色的 穿黑色比较好看 讲三遍 如果你有研究精神 不妨把这部片 再翻出来看一下 他们夫妻俩要参加的party party上所有的女生 不约儿童都穿黑色衣服 好再整理一下 老公希望老婆穿黑色的 然后他们参加的party 所有女生都是穿黑色衣服 这个小细节就让我很有感觉 那我不是编剧技巧 或套路什么的 只是觉得 他藏不住 这位老公真的是藏不住 他就是想要把自己老婆 变得很普通 变得很一般 变得在公开场合里 不可以是最耀眼的 更不可以是最性感的 然后在所有的社交场合里 安全隐断 这老公他确实尽力的做 这位老公确实在这方面 做了很多事情 他确实尽力了 有时候我看片 会留意一下 主要演员是什么星座 然后再对照 他们所诠释的人物 演员是什么星座 然后他们演的也就人物设定 演的人物是什么样的人物 对我个人来说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观察 我个人觉得蛮有趣的 容错率 容错角度 就跟星盘一样 大约可以接受 三度到五度的差别 差异是可以被允许的 那么在这样三到五度的 容错范围内 形成了合像 引发我的联想 比方说这部片的男主角 Ben Affleck 是一个标标准准的 狮子男 他演的老公为多 人物设定上 我个人觉得 也蛮狮子座的 好等一下 你先不要把网页关掉 你先不要把节目跳掉 先不要关 我知道 云云众生 只分成十二种人 听起来是太不可学了 其实星座只是一个参考 不讲狮子座 把这个狮子座三个字 换成那样个性的人 也是没问题的 那好 什么样个性的人 这样个性的人 喜欢让自己的情绪有波动 越剧烈越好 他的程度不仅是喜欢 而是达到需要 他需要让自己情绪有波动 相信 爱恨交织代表真心 吵翻天都吵不散 那才叫真情 男主角就是因为 有这样的性格 他需要情绪波动 这是整个故事的关键 如果你看过这部片 不妨回想一下 有段戏老婆和老公在 某种程度上的口角 有一点小争执 那老婆梅琳达就告诉老公 唯多他说这句话 如果你娶的是别的女人 绝对会无聊到死 是吧我想 比起一般市民在家里面吵架 夫妻吵架 吵着吵着 吵架就收在某种甩门甩窗 甩头就走这样 可是这部片就不一样 果然是经典小说 这里有知夫莫若妻 老婆太了解老公了 精准拿捏老公的个性 渴望生活起伏 拒绝当一条咸鱼 既然老公你是这样个性的 那我就赏你一个生活多采多姿了 反正我每天都出去玩 我知道会回家就好 这样的起起伏伏的生活 如果你娶的不是我 你绝对会无聊到死 不是吗 我看那段戏的时候 真的蛮有意思的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老公听到那句话 就不要太苛求他的表情 演不演蝙蝠侠 基本上都是面谈的 我只是觉得 我听到那句话的时候 那种心情非常的熟悉 因为两性相处就是这样 听到另一半 在讲你的个性 说的不完全对 但也不完全错 代表什么 代表说中了 好的 休息一下 听听音乐再回来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回来今天分享的是Deep Water 2022年的电影《深水》 每个婚姻故事的第一页都差不多 维系方式却有所不同 你看这片里的夫妻俩梅琳达与维多 好像貌合神里又好像在玩游戏 在别人的眼里叫自己骗自己 其实夫妻俩觉得可以就可以 对我来说我个人觉得这是很棒的故事题材 那么前面有聊到原著小说跟电影版本不太一样 容我简单介绍一下原著小说是怎么回事 夫妻俩觉得可以就可以 也就是说组合关系配置关系 他们觉得好就好 他们觉得可以就可以 这种觉得可以是原版故事里最关键 最灵魂的细节 我会这样说 觉得 觉得代表东西是动态的 状态是动态的 所谓的约定 两个人之间觉得可以就可以 这份约定也是动态的 彼此有什么样的反应 就会有什么样的付出 类似金融市场里面我们常看到的追高杀低 你爱啊我就更爱 你坏啊我就更坏 可以想象这样的动态关系 它一定会 You know It's time to reckoning 这样的动态关系一定会走向清算时刻 要来算总账了 所以这样的清算时刻 在原版故事里面是同归于尽 夫妻俩同归于尽 爱你爱到杀死你 那样的结局 那样的小说结局 会让人看着觉得痛快 很痛快 会觉得真是一本有意思的小说 那么话说回来 讲这些并不是要比较援助于改编 不是这样的 我个人呢 也不太喜欢比较援助于改编 Deep Water 这个电影版 我看的是 有点苦笑啊 有点苦笑啊 那种苦笑的感觉就是说 既然没有狮子 那场景录也不错啦 如果你看过这部片 我相信你有看到这部片 使用手尾呼应大法 就是说一开始啊 电影出现西瓜 然后到电影结束的时候呢 又回到西瓜 这样手尾呼应啊 那么用这一招啊 用这个大法 手尾呼应大法 为了强化老婆梅琳达的角色 我看到老婆是安娜德·阿勒玛斯演的嘛 她确实很性感 我相信广大的男性观众不会反对 但是呢 请她来演梅琳达 请她来演老婆这个角色 并不止为了卖弄性感 没有那么简单 我一首呼应 在这部片里面 强化老婆梅琳达 强化这个角色 就有感受到他们的婚姻风暴是一种循环 是一种周期性的循环 怎么说呢 老婆习惯往外跑 喜欢玩游戏 那她自己知道什么时候该回家 就这样子 那小王出现了 小王被干掉 然后另一个小王出现了 那另一个小王被干掉 这个就像一个周期循环 直到老婆亲自动手 亲自做了那个决定 把证据烧掉 把老公犯罪的证据烧掉 终结了婚姻风暴循环 那种感觉就是说 老婆心里面 她真的觉得累了 这样一直循环来循环去的 真的累了 觉得老公啊 你可能就是一个蝸牛吧 你可能只会这样爱我 没有别的了 你就只会这样爱我 如果老公你问我 为什么有那种眼神 为什么用那样的眼神看着你 我只会回答你 没事了 不用想了 没事了 一切都没事了 没错 真的是这样 越想越有意思了 如果你有看过这部片的话 应该会有印象 蝸牛 蝸牛那代表什么东西 那是怎么回事 蝸牛 坦白说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蝸牛代表什么 然而呢 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 蝸牛在这边代表一种小物 一个小东西 象征意义的 所有作者 都会在作品里面留下一个这种小物 我倒觉得不是什么神比喻 而是作者的私欲 有私心 蝸牛在这里代表相爱相杀 参考一下蝸牛的习性 不难想象 相爱相杀 那这么蝸牛 为什么要相爱相杀 存在这个世界上 你知道的 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吗 他们自己觉得那样好就好了 所以在这蝸牛夫妻关系里 假如其他人大胆 其他人坏坏 真的跑进来闯进来 这蝸牛夫妻关系 你就会听到老公冷冷的在那边说冷知事 蝸牛不是拿来吃的 如果你非得要吃 必须确定蝸牛的肠子里是不是空的 否则会堵死你 不要乱入我们的蝸牛夫妻关系 如果你偏要进来 那你最好想清楚 是不是来对地方了 就那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蝸牛在这个故事里 还蛮有意思的 回想一下 我相信你也会有感觉的 好的 介绍到这边分享到这边 Deep Water 2022年的电影 深水 每隔一段时间 看一下这样题材的电影还不错 蛮不错的 你知道 所以这样题材就是 那个老公怎么怎么样 那个老婆怎么怎么样 就是这样的剧情 我觉得还不错 蛮有娱乐感的 而且它来自精彩的小说 翻拍电影都翻拍第三次了 可以相信它在故事上 在情节上有一定程度的精彩 好的 文章就在网站上 欢迎浏览 也欢迎上网搜寻 羽目观后感 羽目散文故事 两个都可以搜寻得到 今天呢 先到这里啊 祝你顺心平安 健康平安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